第十七个节气 吃了寒露饭 单一汗少见 说的正是寒露过后 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 气温更低 此时 北方已成深秋景象 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进入冬季 长江沿岸地区最低气温可降至10摄氏度以下 秋意减浓 不过 华南大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上 还没有走出夏天 寒露之后 五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云水减少 秋收作物陆续成熟 寒露的到来意味着秋收秋种等农事需要加紧进行 否则会影响到作物的收成 此时 北方地区正值玉米丰收 种植东小麦的农忙时节 农民会抓紧时间争取在双降前后完成收获种植工作 而华北西北的棉农会趁天晴抓紧采收成熟的棉花 如果采摘不及时 成熟的棉花就会落到地上造成减产 农艳 寒露不摘年 霜达莫怨天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停车做爱风铃碗 霜叶红于二月花 寒露时节到香山赏红叶 早已成为北京市民休息出游的重头戏 寒露过后的连续降温催红了京城的枫叶 曼山红叶如霞似锦 如湿如画 在江南地区 人们除了赏菊花 还有吃螃蟹 钓鱼的习俗 寒露过后 气温快速下降 深险处太阳已经无法晒透 由来纷纷游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 便有了人们所说的秋钓边